大男子主义的哥哥式关怀 韩国欧巴对不对 你第二天一整天脑子里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 一大批人是去认真蹦迪的 啥也不是 可爱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黑铃 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在韩国留学的好处跟坏处 生活片 那先自爆家门 我就是2019年在韩国研试大学GSRS毕业的 我现在应该还算应届毕业是吧 应届毕业生 GSRS就是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简单研试就是研试大学出的两年英语学制的研究生课程 那我们现在开始 那我们就先说在韩国留学的好处吧 韩国留学的好处 第一点韩国的夜店是我经过最好蹦的 没有吃 红大新村江南各有特色 DJ普遍不差 就是它真的是能蹦迪放松的地方 大环境上不是那种乌烟瘴气勾三大四大九后就 的地方 当然也确实有男生和女生是冲着这个去的 但是我觉得大环境上来讲 大家不是这样 就真的是有一大批人是去认真蹦迪的 我觉得这个服务器很好 但当然也有 当然也有人是想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去的 所以说女孩子们 我们现在还有男孩子们 就是去的时候一定注意不要喝到太醉 然后小心自己的饮料 因为我当时学校在新村 我半夜从新村自己走回家的时候 我真的是有看到女生在大街上 就是喝到两个男生抬头抬脚都抬不起来那种 就是直接躺在地上那种 一定要小心安全 安全之上 在韩国读书的第二个好处就是真的 在韩国两年 堪比找人愿 我有两个原因吧 第一个原因就是 韩国化妆品是真的便宜 女生可以在这里大胆地发现自己的美 就是大胆地试错 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就比如说我挺喜欢的一个韩国的牌子 Apiu 我刚去逛逛看了一下 就是我很喜欢它两个系列 一支30多 一支50多 人民币 然后我们再分享一张照片 我去韩国之间是这样的 现在是这样的 就也不是说人好看了还是不好看 就是你对化妆这件事情更有概念了 你知道怎么样化出自己的风格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韩国真的是一个对女学生特别友好的地方 第二个就是社会风气 就是韩国的社会风气是真心看脸的 也不是说就是你底子怎么样 就是你生的好不好看 其实我觉得它更多的是看一个你的妆容跟打扮 我之前听过一个韩国姐姐提过 如果你去上班的时候 你不化妆素颜去的话 其实也就代表了你对这份工作的 就是不是很重视跟尊重 所以说就是在韩国化妆已经上了到这个级别了 基本上你在大马路上很少能看到全素颜的韩国 我印象里我还是真的没见过 我记得以前刚开学 我刚从中国去韩国读书的时候 就是没适应每天化妆这个事 然后就有同学问我 你对于是不是不舒服 怎么就突然放弃了 最搞笑的是这个人还是个外国人 就是真的是被韩国文化影响太少了 第三条 方便面是真的好吃 其实第三条就是说韩国的便利店文化吧 因为韩国其实跟日本一样 24小时便利店特别的多 你能想象到就是你写作也写到凌晨一点 然后走到楼下就一个便利店 带一桶回吃的那种 满足感 幸福感爆炮 就真的是真爱 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去 你觉得都有人为你留一盏灯的那种感觉 下一条就是追星 在韩国追星真的比在中国追星方便太多了 像我这种不追星的人 我在大马路上经常碰见那种拍戏的 然后有live的 然后街舞表演的 也有那种来宣传那签售的明星歌手 就是真的是一个月不撞几次 真的都该见到自己是不是太宅了 还有一个好处 回家方便呢 我是青岛的 韩国飞青岛 一个小时左右吧 一天好几班飞机机票都没费 所以说欢迎广大 山东省 上海 东北的同学 报韩国真的 机票真的便宜 中秋节回个家什么的是不是 智商节在回个家什么的 给爸爸带点红身 给妈妈带点面膜 你回去之后朋友都多了一大把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吃的习惯 我觉得韩餐大部分人都吃得进去 它虽然辣 它就是颜色下来 它其实没有多辣 你就算你真的吃不下去 你在韩国买菜 自己在家里做 材料也特别好吃 像我现在在各路家 我们想吃什么没有什么 超市里好不容易进了一颗大白菜 我们两个都特别高兴 好心酸哦 我突然去的 对 还有一盏菜还没有这样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可以尝试韩剧里面的恋爱 韩国我爸对不对 来韩国有留学的玩意 就可以见识到了 有大部分都是 注意自己的穿搭 霸到 真挺霸到的 就是好像韩剧里面那种八道男总裁 那种那种劲劲的也有 但就是我觉得看女生性格吧 可能我性格真的是不适合 虽然我是没有体验过了 但是我看周围朋友们的韩国男朋友 虽然没有见过 但是看他们发的日常 真的是都挺甜的 拿得出手 然后我们平时接触也是 虽然可能不是男朋友吧 就比如说一些前辈啊什么的 就真的会那种大男子主义的哥哥式关怀 是有的 有的时候也会让人觉得 哇就是 那我们讲了好处 现在的坏处 在韩国生活的坏处是什么 第一条一定要说 就是垃圾分类 就是我记得我也是毕业这一年吧 就是今年上海刚实行的垃圾分类 我当时看到微博 我真的觉得 简直就是我在韩国生活的重现了 就是韩国垃圾分类真的很细致 然后你倒不一样的垃圾 要买不一样的垃圾袋 这个垃圾袋也是收钱的 就是不是像咱们中国就是那种 买一大大黑色塑料袋 就算是垃圾袋的那种 它是真的有专门分不一样的垃圾的垃圾袋 因为你处于垃圾要另放嘛 所以我在韩国吃方面从来都没有赶胜过 因为这就真的处理那个真的是 太恶心了 吓一跳 就是韩国人是真的很爱喝酒 我觉得这一条已经是不光是韩国人的 就整个社会风气吧 因为我们那个院其实韩国人不算特别的多 我去官微看了一下数据 就是2019年这一年吧 韩国学生是占值理学生的33% 也就是说六成以上都是外国人 就在我们学校这个已经不算是被韩国人霸占的一个系里面 大家喝酒也是一个很主流 特别主流的一个事 就是其实这事是分圈子 但是就比如说我刚进校的时候 我算是交了挺多朋友的 那个时候好像大家出去开心的唯一方式就是喝酒 他们喝酒真的太猛了 不是就是晚上喝一顿 是从晚饭喝到第二天早饭 就是具体传统的流程是这样的 大家吃晚饭吃晚饭的时候喝一点 然后吧去一个敬巴聊天喝一点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喝都差不多挺开心的 喝到9点10点钟左右就可以去第一个clock 再喝一轮 这个时候就该上烈酒了 就是那种上 这一轮喝完之后再转场 再去另一个夜店 然后第二个夜店你蹦完之后基本上就天亮了 大家一起吃个早饭 早饭再喝一杯 然后再回去 就是整个流程下来真的 我只跟这个流程走过一次 后来我真的少半个月有 后来我实在撑不住了 大概半个学期多一点吧 我就退了这个圈子 真的喝不动了 因为你喝酒不光是当晚你喝傻了 你第二天一整天脑里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 傻也不是 所以努力学习机向上了我 后来就真的挺少喝的 好那我们今天这条影片就结束了 如果你有什么补充请在评论区就留下 以上观点纯属个人经验 如果你觉得跟你的经验不太不太那个啥 不太合的话 不太对的话 正常 如果你喜欢这里面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发了个赞 评论之后 或者关注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